台风警报 假使舒拉台风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如我们所预估的话 我们将在今天下午到傍晚之间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首先我们先来看台湾附近的环境状况 目前在这一片晴朗云云的地方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 而从菲律宾东方海面一直到东边 一大片西北太平洋是个季风低压区 其中有包含了第九号台风舒拉以及第十一号台风海魁 这个季风低压区它的环流状态 中间热带系统的发展 以及太平洋高压是怎么推移这个季风低压带 这些都会对台风的移动造成影响 我们现在来看看影响我们的台风 第九号台风 舒拉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 它在经过过去几天 在菲律宾东北方海面打转了一圈以后 今天开始向北有点偏西的方向在移动 在早上十一点进来到俄伦比东南方 大约44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会往西北再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目前所看到的前世路径资料 是全世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电脑模式 所演算出来台风 在未来有70%几率可能走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今天深夜11点 这是星期三早上11点的位置 星期三晚上11点的位置 一直到星期四的位置 所以星期三星期四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气象局目前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南雨 以及南部沿海会有长浪 而且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 各沿海以及各离岛都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 至于风浪的部分 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 台风暴风圈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 以及巴士海峡海面进海的时候 我们附近海面风浪就明显增大 当然在星期三星期四 海面上风浪是强劲的 所以提醒大家未来几天 如果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在天气方面 我们来看看雷达回坡 目前在我们东南方 已经可以看到苏拉台风 它的外围云系 已经带来一些回坡 这些降雨回坡 正移近我们东边和东南边的海面 那目前其实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地区天气都是很晴朗的 各地温度也高 但是在天气方面 我们预估随着外围云系的移入 在今天 尤其是东半部地区来说 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 慢慢降雨的情况 就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些 其他各地则在中午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像中南部地区 有部山区会下午后震雨 而且我们刚提到晴朗 其实今天各地天气热的哦 现在大部分很多地方高温都已经到达35度 目前花莲河中的高温已经到达36.2度 今天预估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35度左右 马祖30度金门洪湖东半部33度左右 气象局目前持续发布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今天在新北市台北市桃源市台南市高雄市 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 其中台北市花莲县台东县已经连续三天的高温到达36度 所以我们用橙色灯号提醒大家 所以提醒各位朋友 今天还是热 外出做好防晒工作也适时补水 至于在未来的天气呢 我们知道星期三星期四两天 台风的外温环流或是环流本身是最接近我们影响我们的时候 这样子的路径的台风首当其冲的影响 还是以花东地区以及恒川半岛为主 今天东半部及恒川半岛 在晚上的明清城断断续续开始下雨 至于明天白天东半部恒川半岛降雨的状况 时间就会变长 整天会断断续续会有震雨 而另外在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和澎湖金马祖也有一些短暂的降雨 至于中部地区仍然是属于早上可以看到阳光 中午以后会下午后震雨的天气 星期四台风中心已经到达我们西南部海面 所以除了东半部地区以外 南部地区也是整天断断续续会下震雨 其他各地则断续续有些局部短暂的下雨 星期三到星期四两天提醒大家 我们在花东地区南部山区 可能会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好雨 在这边朋友请特别的注意 而星期五到星期六台风如果顺利渐渐离开 我们的降雨缓和 但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各地仍然有些短暂下雨的机会 至于在温度方面 明天虽然外温环流已经开始影响 但提醒在桃园到昭化的朋友 明天依旧有高温 桃园到昭化依旧还是有三十六度左右的高温 金门也有三十四度左右的高温 我们来看看风力的情形 这是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 台风的环流 台风的环流 台风环流附近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偏红色的就表示六到七级的风 如果偏紫色表示八级的强风 我们现在只看到明天晚上随着台风中心 逐渐靠近我们南端的海陆地 我们先提醒大家 今天绿岛冷雨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而绿岛冷雨甚至恒春 从明天开始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那么明天在东南部 以及南部沿海的风力也会增大 我们预估东南部沿海 新竹以北的沿海地区 澎湖静门马祖也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风 所以一样陆地上的风 所以台风靠近今天到明天都会增强的 最后还是来看一看另外一个距离我们 就是在东边 俄罗比东边大约1800公里左右的 第十一号台风海魁 目前还是轻度台风 未来先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那它也是 这两个它也是在整个季风低压中的一个热带系统 所以未来它的移动 因为目前两个台风的距离 大约是相距1600公里 那海魁台风向西移动速度比较快一些些 但是未来它们距离稍微拉近以外 另外还是要看看它的强度发展 所以之间会不会影响到 苏拉台风的路径稍微做调整 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就有不同 假设苏拉台风 未来它的移动方向 是比我们现在所预估的稍微偏难一些些 因为苏拉台风它的环流虽然是 它的中心是很扎实的 风雨扎实 但是它环流小 所以只要路径稍微偏 我们目前的预估稍微南边一些些 对我们的影响就小一些些 那当然若偏北一点 对我们影响就稍微明显一些些咯 那这部分气象就会持续观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